21年2月份,在经过哈登,近两个月的消极表现之后,火箭终于打消了,要有巨星球员,才肯放奏哈登的念头,并通过一笔多方交易,把哈登,送到了篮网。而在哈登和篮网,完成双向奔赴之后,本以为依靠杜兰特,加哈登,加欧文,这组竞争力十足的三巨头组合,篮网,可以心意夺得总冠军。 可没想到,常规赛期间,杜兰特的伤退,加欧文,时不时矿赛,逼得哈登,不得不一人扛起球队,甚至当欧文,在21年季后赛次轮,被字幕割垫脚受伤之后,渴望总冠军的哈登,也不得不带着腿筋伤势付出,他为的,可不就是让篮网,更有希望晋级东部决赛,晋级总决赛,从而以元冠军梦吗? 21-22赛季,杜兰特伤退,欧文,拒绝疫苗,篮网又一次需要哈登,扛在经历了去年季后赛的失败之后,本以为,篮网整体都会充满复仇心理,就像17年,勇士复仇骑士一般,打出无与伦比的统治力。 可新赛季开始后,欧文,依拒绝疫苗,被长期禁赛,即便后期,篮网管理层妥协,欧文,也只有在喝场,才能上场比赛。 再加上杜兰特前阵子受伤缺席,一时之间,扛起球队的任务,又落在了哈登一人肩上,当篮网再一次面临上赛季的境遇,甚至比上赛季情况,还要遭遭时,尽管哈登,并没有直接申请交易,但这次,他也并没有选择妥协。 最终,在交易日节之前,篮网送出哈登,加密尔萨普,从费城手中,得到了本西蒙斯,塞斯库里,加选秀权等筹码。 从这笔交易来看,篮网得到更健康,加身体天赋更强的西蒙斯,具备一定投射能力的塞斯库里。 而费城,则甩掉了,一直不愿意尾球队打球的西蒙斯,得到了在篮网,过得并不如意的哈登等。 单从这笔交易的筹码来看,似乎是一笔双赢的操作。 篮网换来西蒙斯看似赢了,实则竞争力,却下降了西蒙斯,有一定的组织能力,也有比哈登更强的防守能力,再加上塞斯库里的三分能力,德拉蒙德的篮板能力,篮网看似怎么都不会亏。 甚至,他们还很可能,因为这笔交易,结束十连败,重新步入正轨,但实际上,交易哈登之后,篮网在季后赛的竞争力,却下滑了。 因为替换过来的西蒙斯,缺乏投射能力,塞斯库里,又没防守,德拉蒙德,又只会去兵,他们或许能够在常规赛阶段,给篮网带来不小的提升,但季后赛,能够提升的帮助,却相对有限。 因为一旦进入季后赛,进入巨星的舞台,西蒙斯,和塞斯库里,必然会被严重针对,而德拉蒙德,甚至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。 若是这个时候,欧文或杜兰特,进攻市场,或是缺席比赛的话,那么,篮网,就可能会面临,和去年季后赛,被老英击溃的费成一样的结果。 所以说,篮网换回西蒙斯,看似赢了,实际上,却导致球队,在季后代的竞争力下降,只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,篮网才能够重新回到争冠行列,若是想凭借换回西蒙斯的这笔交易,就让球队,重新回到争冠行列,只能说,篮网管理层,还是太天真了。 而这可能也是哈登选择离开的原因,因为篮网管理层,根本就没有办法,从根源上解决问题,自然也就没有办法,让球队重新打出统治力了。 一、允许欧文坚持,极大的破坏了球队凝聚力。 早在赛季初,欧文拒绝疫苗的时候,篮网管理层,就曾引气的表示,直到欧文,能完全投入前,他不会跟随球队一起比赛,或训练,我们不允许球队任何球员,以兼职的形式,参与比赛。 很明显赛季初,篮网管理层,对欧文的长期竞赛,其实,也是想要逼迫欧文服软,可没想到,他们低估了欧文决心,即便不打球,需要损失一半的工资,欧文,也没有丝毫向球队服软的倾向。 反而最终,篮网管理层,出于球队战绩,哈登,加杜兰特身体状况的压力,不得不允许欧文,重回赛场,课场兼职比赛。 可这样一来,欧文时不时缺席比赛,不仅极大程度上,影响到球队的实际战力,更是破坏了球队的凝聚力。 毕竟像欧文那样打打停停,对球队贡献相对有限,却能够拿到三千多类的年薪。 或许,篮网对内球员,表面上可能不会说什么,但背地里,是怎么想的,根本没人知道。 尤其是篮网,一旦在季后赛,陷入逆境,欧文又无法出现在主场的时候,届时,可能本就凝聚力不足的篮网,连续输球,被一击击溃,也不一定。 二,执教能力严重不足,篮网,却坚持留着那时。 当时,篮网管理层,从勇士挖来诗从科尔的那时时,本以为,以他球员时期的能力,合在科尔身边,耳濡目染,对于成为主教练,必定有着自己的理解。 甚至在执教三巨头之后,还可能不知当年科尔在菜鸟赛季,带队夺冠的奇迹,可实际上,来到篮网之后,即便拥有进攻火力强大的三巨头组合,杜兰特、哈登、欧文,那时,也没有能力,打造出一个,能够最大化三巨头进攻火力的体系。 在他指教篮网的首个赛季,几乎只能依靠哈登、杜兰特的巨星能力赢球,一旦他们的状态失常,篮网,也就大概率,赢不了比赛。 也正因为过度消耗,杜兰特、哈登,才会导致他们伤病不断,且到了新赛季,那时依旧没有为篮网,打造出一套合适的攻防体系,甚至在比赛关键时刻的调整能力,也保受构定。 可是,打造体系加调整能力,连联盟平均水准,都没有人纳什,无论新赛季篮网的战绩如何,无论外界传言,他有多大的下课概率,他始终本作篮网主帅位置。 综上所述,允许欧文兼职,加纳什,执教能力不足,这是篮网早就存在的根源性问题。 如今,他们用哈登,换来西蒙斯等人,就想要掩盖问题,在短时间内,重新回到征换行列,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而且,就算最终蓝网站接回声,但是要不从根源上,彻底解决问题,他们也注定,在今后再走不远的。